香港老牌坊继制以及零售商德永佳321,日前宣布截至3月底年度的盈利减少约三成。 但由于派息增加,股价今周回升上1.45元左右整顾。 事前,集团曾宣布刑警,预期盈利下跌不多于40%,现时,实际业绩较预期为佳,加上实行赚小派多政策。 末期息派10先,年同已派发的中期息8先,年度派息达18先,较早一年增加3先。 现价股息率超过12厘,集团去年盈利为1.91亿元,按年减少30.32%,每股盈利13.8先。 然而,由于是现金牛,结算日扣除银行借贷的现金和现金等值物高达10亿如元。 因此有能力持续以超高息回馈股东。 集团期内收入逾80亿元。 按年增加6.79%。 分部方面,仿职及制衣部分业绩保持平稳。 但零售业务的亏损增加至2.88亿元。 加上租用以储存棉花及棉沙的东莞货仓于去年12月失火。 受事故影响的存货损失约为1.62亿元。 因而令整体盈利出现较大到退。 然而,管理层相信,由于已买了保险,该等保单应该能够为损失提供足够保额。 集团仍在与保险公司紧密沟通,以确实保险公司应付的赔偿金额。 不这预期,大部分损失在新一年度可获得赔偿,令德永佳的盈利恢复增长。 德永佳的软勒主要在于服装零售方面。 集团在内地省市和香港均开设了大量连锁零售店。 以售卖自我品牌布利努班尼路的服饰为主。 本来,集团有本身的纺绩和制衣部分支持零售业,应该享有优势。 但由于疫情影响香港和内地省市零售业务的正常运作。 加上集团长期以低价促销产品影响无利。 因此零售部分持续录得亏损。 拖低德永佳的整体盈利。 随着中港社区回复开放。 但经济增长却仍放换。 中低价成衣的销情预期可望更受消费者欢迎而得到改善。 不过,德永佳要回复盈利,仍有待改善业务策略,包括进一步关闭高租值零售点,加强线上销售,提供更多吸引顾客的新款式,以及再引入知名代言人作推广等等。 宋仪市品牌恢复应有的价值和吸引力。 事实上,班尼路服装的质量不顺于一些较高档的品牌,若能善于推广。 你应翻身有望。 德永佳每股资产净值高达四元。 预期新一年仍维持派息十八仙。 市场对他的股值明显偏低。 每轮回套军事收集的机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